美好的一天要從早餐開始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UTA TV 今天UTA的秘食日季呢 要帶大家去巴黎 一家很難得很難得的吃熱早餐的餐廳 去吃一頓早餐 事不宜遲 我快餓死了 Go 這家早餐店的名字呢 叫做Cross 主要有兩家 一家是糖吃早餐 Dajernice Double 另外一家是外賣早餐 現在讓我們快點過去吧 製作詞 很美 很美 這是我們看到的麵撥 然後它主要有甜的早餐 還有一些鹹的早餐 還有一些單吃的小點心 桌面的擺設是一般法國早餐的標配 鹽、胡椒、咖啡糖也是必不可少的啦 好,幾天辛苦終於讓我調到一個比較好一點的位置 因為今天因為第一次是吃早餐有這麼多人 我剛剛還有一個第一次在排隊 然後我已經排了那個十分鐘然後才進來 再次,那點了一個五次 然後叫做Juice Detox 它裡面的食材呢我覺得非常的酸 茴香有黃瓜、有蘿蔔、然後有薑 然後還有蘋果 因為葡萄從來沒有喝過有任何回鄉的果汁 欸,這很特別的這個味道 很小辣的感覺 然後也有那個黃黃的清新 太不錯,我推薦了 在外面的話沒有很好喝的 這特別的味道 這個味道也就是超級超級超級怪吃火鍋的在這裡 特別是生物 但是他這家早餐那個菠蘿蔔呢 他的上面加了一點點菠菜的香草汁 然後把菠蘿蔔的那個 好討厭的炒性的所有都處理掉了 然後真的很感人 很新鮮很好吃的感覺 現在已經吃到了午餐的時候 然後不然這個台就真的越來越多 然後午餐是什麼 好了那麼今天的早餐店vlog就到這裡 然後午餐之後呢會帶大家去吃更多更多更好吃的早餐 如果你有一點點喜歡午餐午餐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午餐一個like 然後拜託拜託要訂閱午餐TV喔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呃